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歡迎收看這一節天氣節目 我是蔡芷淳 年近今晚天氣仍然寒冷 提提大家 寒冷天氣警告仍在生效 特別在一早一晚 大家記住要繼續注意保暖 以及多點關心身邊的長者 提回香港今早早各區的氣溫分佈 見到市區最低大概在12度 而新界就要再低1、2度 幸好到日頭的時候 就好像在中環望出的維港兩岸 都見到一片藍天 陽光相當自重倍 再配合這麼乾燥的天氣 下午的時候各區的氣溫都有所回升 見到各區的最高氣溫 普遍都是在19度左右 日夜溫差這麼大 大家更加需要保重身體 在衛星的影像看到好天的不僅是香港 其實整個廣東和再北面一點 去到華中一帶 整體雲量都是不多 所以我們預計 未來幾天天晴、乾燥的天氣都會繼續持續 不過另一樣大家需要注意的 就是影響我們的冬季季後風 未來將會逐漸增強 所以跟它相關的更加冷的空氣 將會向南擴展到香港附近 未來一兩天 我們的氣溫將會繼續下降 我們預計今晚和明天 將會是天晴和乾燥 一早一晚天氣寒冷 市區的最低氣溫大概在11度 而新界就要再低2、3度 到明天日間的最高氣溫就會上升到16度 風方面會吹著和緩至清淨的偏北風 風勢是逐漸增強 至於隨直和年初一 都是天晴和非常乾燥 不過留意 市區的最低氣溫大概在9度左右 而高地和新界更加要再低好幾度 大家出野街更加要注意 至於到下星期的中期 氣溫將會逐漸回升 今日的天氣到此為止 下次再見 阿明 感谢观看